我有传家宝 我一听说的主持人是 何生何大人 咱得给他天天不痛快吧 讨厌 是啊 哎呀 这位女生 不是你新生命衰 穿的就是牛是那种武装啊 过多少年 您也不会为您的出嫁后悔的 愿诸位招财尽宝 日尽斗尽啊 我有传家宝 精彩即将呈现 不过情感的发条 开启传奇的隧道 让我们一起品鉴珍宝 沉醉于岁月的魅力 欣赏顶藏 传承着血脉的延续 这里有泱泱大国之灵魂 这里有家人朋友之温情 这里有民族时代之经典 传家宝 传家国之瑰宝 车铃铃 马娇娇 行人弓箭各在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传家宝 大过年的 当然老王也得各位拜个年了 祝大家过年好 扬年吉祥 又一期我有传家宝给您见面了 这个传家宝可真是大的不得了啊 说老实话 当时编导本照片发来的时候 我以为车这么大 没想到人居然能站在上面 老王这么多年了 头一回坐这样一家马车 又斩呀又威风 谢谢大家逢长 我们这个传家宝的传承人也好 持宝人也好 是谁呢 我们请出这位先生 杭老师好 您好 过年好 您过年好 还有一身红的这个人 给我们介绍介绍 怎么这就成了您那儿的一个传家宝呢 我得给您介绍一下 这宝贝呢 是我们北京法老厂镇厂之宝 镇厂之宝 对 我们是根据西安秦神王 兵马俑出土的兵马战车 做的这个警察篮战车 这个同车码的发现 是在兵马俑坑外边20米远发现的 当时破碎的非常厉害 大概就1983年才修好 对 当时呢 没有那么好的条件 像现在三维 电脑或者手机拍照 那我们那是利用了什么呀 是世人的画稿 牧师 人生生这么画出来 对 回来以后 生产呢 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试验 从设计到完成它 一年零八个月 对 对对 下多大功能做活用呢 对对对 而且它呢 完全是手工 从做培胎 到掐丝点缆 包括魔活 还得镀金 镀的是四个九的金 哦 四个九的真金 对对对 所以这件东西呢 工艺精湛 可以说 是我们建国以后的 宫冠具 这是我们这个正常之宝 对 同时也是 战一战重下来的 一个传家之宝 对 谢谢 谢谢 那么下一件传家宝会是什么呢 请出藏宝人 一生开来 戏六十 一边财神 一边洗神 财神手拿着摇签树 洗神手拖着聚宝盆 聚宝盆倒有那金马橘子在 金马橘子以上还拖着银人 银人手拿八个字吧 您呐 愿诸位招财尽宝日尽斗尽 欢迎光临美 王老师好 有份 各位评委老师好 让您看看 我这件传家之宝 你先自个说说 在未曾说之前 先请王老师 以及各位的专家评委 把这个眼睛啊 要擦一擦 因为就跟那个喝茶一样 换一种茶呀 先得清一清口 看我这件宝贝呢 得清一清眼 变成清光眼 那就看不见什么了 这是一件清中期的鸟笼子 这里边最重要的是这颗珠子 您看这绿 不客气说 我拿着这颗珠子 在前门楼子上这么一举 能绿到沈阳 就这么绿 而且这个盒子 咱们吃饭讲的圆汤画圆石 这也都是配套的 画的是喜鹊灯枝 极言极语 哎呀 真的是不错 当初这个 把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 德国首将瓦德西 看上这个鸟笼子了 我曾祖父都没舍得拿走 我给他 你曾祖父当年是 当年王爷 你是辈子贝勒之后 您看着不像吧 我不显成过烙手 有点内秀 但是我真没想到何有尾 我也是 竟然何 何 何是何 虽然不是一个何吧 但是终究这都是发音的 这个不一样 我们当时可走失了 我们家走失了 不一样不一样 您说那是和平的何 我们这是单了人一可 不是后来吧 因为咱家这名声不太好 就改了 知道吗 行了您就别惹了 不是褶呀 这个 咱里拿那盒子 我拿这个 拿个东西看看 这个鸟笼呢 应该是全手工 而且是清代的东西 那么至于里边的一些配件 做过也比较精美 其中比较特殊的 就是这一颗翡翠的一个圆树 这就是你站在前面楼子上一举 能照着沈阳 沈阳那棵树的 这个树啊老坑满绿 也是比较珍贵的 大概齐 这什么价位 对 应该是20万到25万左右 哦 这起码 这就是看不准确定的 花多少钱 我怎么办 把这新药都不卖 是个念想 对 是不是啊 传承嘛 是 传家宝嘛 您要给20万卖给您 哈哈哈哈哈哈 走 谢谢 您要打成这样的话 就一会儿年轻 好 一会儿 咱们前门楼子见 对 好 我们下一件 谭建宝是什么呢 请看大屏幕 骑马越冰的前龙爷 这怎么回事啊 请出 传家宝的提供者 欢迎他 欢迎您 欢迎您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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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渺渺平平走上一位女士来 后面 这是龙袍 这甲正 刚才那画可是 当年秦龙爷 育兵的时候的像 这跟那个画 还是有这几分相像的 还挺厚 对 它是棉甲 它很厚 而且王冯老师 您看它这个里面 还有一层金属网 而且前心和后背 还有金属板的护心 所以我们客气说 护心镜啊 什么什么那种东西 而且它是刻丝的嘛 一共有八片 刻出了十六条龙 你看它的这个脸 严肃 而不凶 应该是前龙的这种风格 那好 我们请专家 移步到这件甲座前面来 来 真是令人震 这边有两片板 后面还有一片板 好嘞 谢谢各位 谢谢 好嘞 辛苦 来吧 专家说说吧 这个甲座啊 我第一次看到 这么精美 因为十六条龙 而且是金线各式 前面两块是银片 所以我估计呢 它有一定份量 而且呢 上面多于红颜色的蝙蝠 寿山河海 洪富起天 所以像这样的品味 这样的图案 正是非乾隆 这件东西可以说 我保持的 香港出品也曾经拍卖过 一件黑地各式的甲座 拍卖成交价 一千五百多万 那么你这件东西 我看肯定差不多 在座的朋友们 没有一种穿越之感 就是二百多年前 乾隆也穿过的 我们看这件文物呢 我们看到了那个十段 盛世除了经济 残榮 国家太平以外 什么做保证 武力要做保证 乾隆非常重视武力 所以他叫做实权老人 就是要这样的精气神 对对对 哎呀 一定一个女士能说这番话来 我们尤其表示代表 我们男人们男子犯们 不该努力吗 好了 谢谢你 谢谢你 欢迎下一位藏保人 这个我真不知道 他给怎么介绍了 您自我介绍一下的 这是我一好朋友 然后呢 这个凤冠锁 还有这身衣服 是我们家传的 这位格格是你好朋友 对 但是你让他展示的是 他上面带着关和这个锁 还有这身衣服 还有包括这衣服 对 这很沉吗 姑娘 别忘了 因为我怕他变成 来 姑娘 我跟他看一眼 小心啊 这团队还从有没有这么来 来见叮咚 这个 好了 慢点啊 这个是一组点翠的凤冠和那个锁 这个点翠啊 是一个传统的工艺 上面设计上是 翠鸟的羽毛贴上去的 贴得很公正 没柱 没钓 那是应该是保存的比较完整 那么凤冠上呢 还欠珍珠 这个珍珠呢 是天然珍珠 这个年份应该清代晚期的 一百多年了 包括这个蝴蝶索 这个点翠也一点没掉 保存的好 没做而保存的好 颜色艳密 那么再有他穿的这件袍子 应该时间上也是清末 上面的做工呢 大部分是修秀的 秀工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一组东西啊 能这么原品的很少 应该是一个手左右 五十万左右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蔡老师 谢谢 谢谢 你谢谢你姑娘 还有辛苦了 赶紧赶紧 好了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您成化斗采鸡钢杯 还有多少钱呢 两亿八千多万港币 两亿八千多万 当时怎么那么大决心 这个鸡钢杯呢也不是决心 结果价格就本身放在这里的 因为它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呢 是八零年 它是五百多万港币 我们八零年中国的老百姓 万元户头都很难 我自己想想感觉到 今天有这个机会去参与这个鸡钢杯金牌 那么说明我们国家通过三十多年吧 改革开放了 我的财富增长 比这个鸡钢杯来的速度要快 不然我也没这个机会去参与这个金牌 我想问问你 八零年是不是 那个鸡钢杯是五百万 五百多万港币 五百多港币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我肯定在做皮包吧 家庭专门都比较生意 做皮包 你还太过出租 对对对 完完全全是真的从草根做起 一点一点 是不是 这么成为一个大企业家 一个受伸家 年轻的朋友们 咱们努力吧 接着收集当分 那么那天在 新常新开的时候 四个人一个外部人在竞争 他举了两云四千五 我举了两云五 落到我身上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嗯 还有一点 任性就是话我常说 但最近景欲非常流行 为什么呢 也来于这位任性歌 刘宇谦先生 你把你这个任性 那个来源先说一下 那时那天 就拍那家明永乐堂卡 原来股价也没这么高 八千万港币 参与金牌的时候呢 主要的金牌的对手呢 是一个外国人 所以我感觉 这一路啊很辛苦 那么一直到310500的时候 他加了200了 后来加了300 3.1个亿 落垂的吧 落垂 所以拍完了以后呢 我也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 我说香港加斯特苦战嘛 从老外手上夺案 我说好辛苦任性 好辛苦任性 是来自于这儿 是把我们很了不得的这个衣服品 从一块竞争 外国人的夺魂了 这种任性值得赞赏 好了 回头我们说一说 这件也够任性 应该是 这本车验呢 是在矿市四千万买的 是徐别鸿先生 送给他的学生 三千英的 子鼠 丑牛 丑牛 丑狐 卯兔 成龙 四蛇 竹马 马我们见得多一点 卫阳 生猴 咬鸡 这个呢 也有几张 蛆狗 海猪 我尤其是这个猪 换得好极了 拿到人家看一看 来来来 这本车验啊 实际上我早已经看了 您得到他的新闻 可以说是传颂一时 那么呢 就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不太理解 说 徐别鸿先生的画 有那么贵吗 十二张 半瓶尺的小画 卖了四千六百万 这不是这个任性歌 又一次的任性了 那么 我是这样回答的 一般来说呢 一个画家 只要能擅长画一种动物 就能名家 可是 您看 徐别鸿先生这本测页 张张生动 张张精彩 张张有性格 这十二生肖里头啊 有几个难点 像蛇 像猪 这个动物啊 本身不太美 很难入画的 但是呢 徐别鸿先生 把它们处理得很美 你看这个猪 很憨厚呆萌 但是非常精神 这是个瘦肉型的猪吧 这个蛇呢 一般人都很害怕 很讨厌 但是呢 它把它处理成 在树枝上 要袭击这个马峰 要出击的一瞬间 它那个机灵 它那个健美 都表现出来了 这都是大师之品 仅就这一本测页而说 徐悲鸿先生 就是一个画时代的 动物画的大师 所以呢 刘先生 您绝没有任性 您太精明了 过多少年 您也不会为您的出价 后悔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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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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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关心 谢谢 谢谢 关心他 欢迎下一位 堂堡人 大家好 给所调的请安 谢谢 谢谢 哎呀 姑娘 这个穿戴真漂亮 我是一个来自草原的 蒙古族姑娘 那么今天呢 我从草原来 也给大家带来 我的传家宝 是一个盆景 好 介绍介绍 这个啊 听我家的老人讲 可能会是 清代乾隆年间 宫廷的一个陈列品 其实今天把它 带到现场来呢 希望啊 把这个带有 春意傲然 生机勃勃的 这样的一个小藏品 想让大家感受 一番春意 也想让大家 道一生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谢谢 好啊 难得 难得 来 拿点 给大家看一看 好的 好吗 好的 市宝红景 上面都是宝 珊瑚啊 麻捞啊 点翠啊 白玉啊 象牙啊 所以落映缤纷 生机昂然 非常非常美丽 加上它这个底座 是铜 沾花 烧蓝 在溜津的盆景 豪华 富丽 所以您刚才讲的 清宫照办处 清代中期之物 毫不为过 是一件非常好的东西 在2011年拍卖里面 有一个盆景 它里面的宝贝还没理好 拍卖成交价是170个万 所以你这件东西呢 我估计应该是220万左右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我们感谢 小大人 小女子先生 再见 再见 谢谢 好 我们下一件 常见宝是什么呢 请看大屏幕 这应该是 汉代的一个艳影图 我遇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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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相聚 欢迎好会 你好 好会 你好 先生 你好 哎呀 先生 你好 哎呀 那我也就随着你来了 哎呀 这位女子 不知道你心生零水 来自何处 穿的就是又是那种武装啊 小女子哈辉 来自魏阳宫 手中之物 乃一只铜符 先生许久未见 风采卓越 哎呦 不敢 请受小女子一拜 哎呀 起感 起感 欢迎 欢迎 哎呀 哈辉 你这么年轻 啊 傅教授 还是教授现在 傅教授 傅教授 现在是做古典音乐研究的研究者 这个你还带了一件东西 嗯 这个东西呢 这是个蒜头瓶子 让谁脖子给弄歪了 啊 这么多年我也在研究 中国的传统文化 要了解中国的礼仪呢 不得不去了解汉代的礼仪 要了解汉代的礼仪 就要去了解青铜系 包括行走 坐卧 还有称呼 哎呦 这个部部长 我今天想拆开你 要了 临时给你招几个学员 你教教他吗 嗯 好啊 好啊 你一个帅哥 一亮你可以了吧 这么高的个子 你们穿上汉服 应该很有型 下面我们请一下 我们汉服的老师 让我们穿越过的2000年 我们先给女子来穿吧 这是一套曲曲 在西汉的时候 非常的流行 下面我们可以让 这个女孩子 跟我走一走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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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臂 放在前面 心情 右手在左手之上 右手在左手 足龙要重 好 我怎么觉得是汉女性 勇复活了 不要摇摆 非常端正 眼睛看着前方 然后行一个礼 下额微收 下额微收 好 下面我们给这个男子 来穿上汉服 因为我是个脾气 比较急的人 嗯 我一穿这个以后 我想你想急也急不行 对 我的女性和男子 穿上汉服以后 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儒雅 上个不一样 那我们这个男子也走一走吧 应该是小不快走 脚再稳一些 气再沉一点 走得很好 慢一点 你看着前方 哇 王邦老师 我今天这个受压下去不少 心率也会慢了不少 我们古代的什么步 行等等 都和今天的这个 行走的姿势不太一样 古代的行走的姿势里面 只有一个和今天一样 就奔 就撩开膀子跑 其他的都不一样 您今天带来的这个 确实是中国古代服饰 史上非常鼎盛的汉代 您身上穿的曲句 旁边这位是女曲句的 这种代表 其实在中国古代服饰上面呢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风格 汉代更加内敛 更加谨慎 你一穿上去之后 这个女性一种端庄的 理性的那种完美的姿态 就油然而生 所以说在我们中国呢 有一点就服饰 是用来赞美我们人的 嗯 好好好好 好了 第一次要很重要 刚才那汉童 是真的 是假的 倒不倒带 那现在就请哈辉 把这个拿到专家跟前去 这位藏友呢 带来了一个蒜头壶 实际这一类的壶呢 发明于秦 主要是关中地区 关中地区 还真一老家不远 我的故乡是陕西汉州 是盛酒用的 但是一般来讲都是直的 这种弯博的还是很少见的 很少 很少 而且呢它本身就是溜金的 有溜金 有溜金 而且这口仰呢是欠银 所以说呢 是非常讲究的 也应该是跟他所说 是从威阳宫之类的 东建里边传出来的 在2008年 他还卖的时候 有一个跟他类似的壶 是拍了27万壶 这个壶呢 应该三十多万左右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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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这一种壶是 的标准 谢谢 谢谢 请 请 请 宝贝 别累着 给大家拜年了 拜年了 你看 你看 哎呦 太好玩了 恭喜我们幸福童年 很多回忆 你看看 这一桌子 这是统成什么呢 铁皮玩具 哇 我们请出这么多传家宝的持有者上场 欢迎这位朋友 哎 你们好 大家好 这是一家的 一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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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小宝贝 嗯 大家好 我们收藏铁皮玩具 已经大概十几年了 因为我80后 我80后 我81的 它83的 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就是这些铁皮玩具 比如说这款 它叫冒烟火车 我们这个年纪小时候几乎是人手一个 后边可以放三级的一号电池 哎 对 这样它可以来回来去的走 哎 那时候的质量也很好 我发现 很筋磕 筋碰筋摔 对对 筋玩 筋拙嘛 对 要不然你也保留不到今天 是 是 是 怎么样 80后70后的小时候有玩过的没有 请上台来 咱们都在这玩一玩 好 回一下子 来 各取所爱 上发条 上发条 新疙瘩 对 上发条 这个 这点上弦的 对 还有这个小红照相这个 这啪啦 还几闪 这热闹不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哎呦喂 这一万两千吨 我小时候有这个 叫万吨水压机 对 上海的吧 上海这个江南造产厂造的 十二万五千千瓦 装水内冷气轮发电机 这个当时是咱们国家的骄傲 还有这个南京长江大桥 再就是原子弹 哦 操了 万吨水压机 万吨水压机 那个时候这个玩具卖的很贵啊 当时我是谈我妈妈 谈了很久才给我买了 是不是 这个是六十年代的玩具 是我小时候玩的嘛 有年份 对 头部零有段相声 这叫万吨水压机 我说的就是这东西 全名叫万吨级自由锻造水压机 哦 这是一部特大的机 真有多大 有一个半篮球 厂那么大 好吗 它说话大管机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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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咱们把它放回去 还有这个热闹的场面 这个放了个酒店 已经真的是久违了 而且我听说 你们俩的结缘 跟这玩具还有点关系 有关系 就是这款玩具 小鸡捉迷 这个就本身是我小时候那款玩具 我爸爸给我买的 然后我觉得呢 碰上一个我很喜欢的人 我就把我最喜欢的玩具送给了他 可是当时我没拿这个当回事 人没太在意 但是呢 我拿回家 我爸爸非常喜欢 因为这个东西从五十年代 一直生产到八十年代 你瞎瞎瞎瞎 是这么一个小玩具 鸡捉迷 成就了一段音乐 对 其实这些东西已经不是玩具了 它已经超越玩具了 没错 它已经变成收藏品了 比如说刚才老师说的这款万针水牙鸡 各位可以猜一猜它的价格 在当时啊 现在 大家可以猜一下 两千 两万 两万 还有没有加价的 三万三万 现在有人款三万三万 那边五万 六万六万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八万 八万 电话委托有吗 八万 九万 谁喊的十万 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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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卖给你了 十万 十万 可以落水了 十万一次 十万两次 恭喜这位朋友 马上签单出款提获 看看一下 其实真的人家未必舍得呢 其实这款玩具为什么很特别 就是比如咱俩都玩提玩具呢 咱俩聊天 王老师 您有万针水牙鸡吗 您说我没有 那完了 你就不够这个 不够这个级别了 在这个收藏领域不够这个级别了 这个相当于我的镇馆 是吧 而且它价格当年收的时候 有人给过八万块钱 我没卖 不 我现在十万要卖吗 你试试吧 好 再开玩笑 好了 谢谢 谢谢这些二人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来 开车回去吧 谢谢 大家新年快乐 过年好 祝您的日子美满幸福 谢谢 那么下一点 团展宝货是什么呢 请出藏宝人 请出藏宝货是什么呢 欢迎老师好 你好 你好 你怎么有这样一件宝贝 因为我们家里人在清末民国的时候 开办了一家卷烟厂 然后那个时候烟厂的效益还可以 然后 我的老太爷手里有了闲钱 就特别喜欢收藏古董 这件瓷器就是那时候收藏的 我从十几年前就挺追这种徒手尔尊的东西的 最早三十多万 没几年六十多万 后来就过了吧 来 拿给专家看一看 谢谢 这是一个青花的徒手尔尊 这种徒手尔尊实际上在乾隆三年的时候 乾隆曾经命唐鹰把这个宣摇的一件青花的双环耳 七贤尊拿去做样本照样烧造 结果唐鹰就烧造了一批 那么这件东西就应该说是观摇一个精品 谢谢老师 我刚才也讲了它这个东西不值不断地在涨 现在大概的股价是 2011年的也拍了一个跟这一样的 拍了195万5千 那么经过这几年就又涨了 这我想已经超过200万了 好 谢谢老师 好好留下啊 嗯 好了 拿好 好 再两个 谢谢 谢谢 我跟你讲了 王大老师 这么多年我都是您的粉条了 每一期节目必须看 前陆六次南巡 后两次我还跟着六零三 我一听说的主持人是合身合大 凡得给他添点不痛快吧 我有一副牛鹰的这个饭 讨厌 是吧 国有传家宝 下面的内容更精彩 过去老传统像上 有的八扇瓶 今儿我才见识了 现在我们就掌声请出 这件传家宝的持有者 掌声欢迎他 大家好 祝大家身体健康 载质如意 好 谢谢 你敢掌声 走过了 走过了 好久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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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女汉子 必须的 必须的 我先 我跟你讲了 王大老师 这么多年我都是您的粉条了 每一期节目必须看 谢谢 谢谢 你是东北人吗 北京的 北京的呀 北京姑娘也有这样的 我以为都是我老乡了 好了 给我们介绍介绍 你这八扇 这是出自于清代的同志七年 广东潮州 苗津七画老平门 我们请专家一步到这八扇城前了 他这个上门渡在中间部分写着四个字 大吉昌一 大吉大利 大富大贵的意思 下门渡都是介绍的中国古典的传奇人物的故事 挺热闹这个 好了 我们请专家来介绍一下 我要先说几个问题 第一呢 这不是屏风 这是屏门 是各开的一个建筑物 所以呢 它高大 七十灰火木 潮山木雕 以木雕为基础 黑漆苗津 上面大吉昌一 是木雕里面的蜡花贡 那么中间和底下的是浮雕 在撞金 这个是锅子以上寿 大富贵的不考 对对对 你几乎是没有锈过 原品 谢谢大富贵 2010年 它卖的六串的屏风 没有你什么高大 成交价一百九十多万 你这个戴玉洛 应该比它翻一翻 在五百左右 非常感谢大家 好好 谢谢 谢谢 有感谢你啊 谢谢大富贵 谢谢 好的 谢谢 好 再见 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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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传家宝 欢迎下一位航宝人 你好 怎么样 你好 王刚老师 这是清代的御龙船 你怎么就知道它是宫廷里的呢 你怎么就知道它是宫廷里的呢 我爸爸说的 对吧 好贵你啊 对 你是想说它是乾隆的吧 对 乾隆 它这个就是为了纪念乾隆 下江南雕刻的 乾隆六岁南巡 大概后两次我还跟着留了一趟 但是好像坐着这个冠船的龙船呢 大概就这个样子 是 是不是 真是好 来 我们拿给专家看一看 让专家看一看 真不错 这个东西得来画了多少费用 这个是482万 400多万 对 这个呢 宫廷画家瞿扬 为乾隆下江南画过一张图 对 因为之前我爸爸去美国大都会 就看到了那个图 所以回来就把它看了 在图里乾隆下江南做的龙船 基本上和这个差不多 对对对 这一件呢是和点百玉 这个做工呢 应该是乾隆世纪的乾隆工厅 这个做法呢 尽管有那份皇家味道 但是还带有点广东风味 所谓北京样广东酱 这个东西呢 小风箭大 小气大样 是一个不可多的东西 400多万 500万 应该都不贵的 就算了 好收藏吗 对对对 对对对 祝福你 好 我们欢迎这位姑娘 谢谢老大老师 谢谢老大老师 好了 我们请出下一件团家房 是你啊 给何大人请安了 不敢不敢不敢 因为过年好 过年好 赵玉这是我们著名演员 而且还有一点 我们俩有一个特点 演的好人少 演的坏人多 对对对 但是咱们生活中都是好人 而且这个往往是这样 哎 他是你别看这个舞台上是反的 是反的 哎 别这么说了 你不能说演好人全全反过来 谁让他们演好人不叫咱们来的 那不对 我们是绿月人的红花 红花 我们得给人衬托好喽 嗯 比如说我演和珅 我就衬托什么 对 小兰哪 刘庸 刘庸啊 今天呢 来之前呢 我们家传家宝要若干 我一听说的主持人是 和珅何大人 咱得给他天天不痛快吧 大过年的 是不是 我有一副刘庸的这个 刘罗关的一个字 讨厌 是啊 哎 就是怎么 招人讨厌怎么来的 你知道吧 您不痛快吧 非常不痛快 看着字 字不错 字不错 我从来就不看好他的字 您也写不了人这 一个个小肥猪似 也嫉妒 而且我还知道 按现在的标准 刘罗关的生活作风上 不如和珅 他老婆跟他一块弄虚作假 而且呢 还是小老婆 替他代替来写这个 那让张家来看看 这到底是 刘罗关自己写的 还是刘罗关 他老婆代笔写的 他小老婆 还是 照您说 传家宝就得 来 来 拿给专家那看 谢谢三位 好 您猜怎么着赵老师 还真是真的 哎呦 太好 不是什么 王老师说的什么小老婆 可能又代出代笔 那个事儿啊 有 但是呢 这张真不是 因为人家后头这款呢 写得很清楚 这是嘉庆三年的作品 刘勇已经80岁了 写的是什么呢 评论古诗 这个好啊 那个差啊 这句诗特别精彩啊 等等 是这个内容 他的字 真迹 都是这种小字 杂钞杂林 比较多 那个大对联 大中堂 很多是代笔 实际上他的字 应该叫棉里裹真 就是有骨有肉 外头像棉花 里头可有钢针 这就是真迹无疑 好 谢谢 祝贵宁 祝贵宁 谢谢 刘勇的字啊 2012年吧 拍过一个 类似的一个小手卷 当时拍的是39万 所以呢 您这个啊 应该四五十万 没问题 好好好 恭喜 您这一说了 心里有底了 您留好 要不然他不知道 他到底怎么怎么 要不然您 要不然您把它 卖给河大人家了 我还真有此意 而且关键什么呢 他是嘉庆三年 我还活着呢 对对对对 我是嘉庆四年正月十八 下贺西去了 对 下贺西去了 那个王刚老师 明儿啊 我们家再努努力 这个再送一份季晓兰的来 好好好 先走了 欢迎欢迎欢迎 好 谢谢 我告诉你 好了 我们请出下一件传家宝 欢迎女朋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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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开加斯法兰的一套文房 对 我今天来了很多年轻的朋友 哪位自告奋勇善来告诉我 这八件套都是什么 来掌声鼓励一下 你好 你好 哎呀 说说吧 都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那个装水的 一个水成 还有什么 这是鼻舔 这叫鼻舔 这叫鼻舔 对 给这个鼓掌能知道鼻舔 不错 这个叫正直 对 这是什么 笔价 这笔能放得住吗 可以啊 能放啊 笔价 这个应该是装印尼的那个印尼盒 嗯 这个呢 这是装燕的燕盒 嗯 就差点 这个应该是一个炉 但是我姑妈 嗯 大概他有两个说的不够的正确 不够对 这几万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其他的大部分都对 是不是 六分 算及格是吧 这应该是 比起 比起 啊 那这个呢 墨床 墨床 嗯 不错了 谢谢 我觉得应该精彩的意思 好了 下面我们 大家来 谢谢 这一组东西呢 应该是乾隆时期 公里照办处所做的 那么我估计还缺一个笔价 你这里隔壁都没有 啊 很不容易了 都是乾隆时期的 下面都有客款 那么从价格上来说呢 上海 盘卖过一件 景泰来的笔价 成交价是八十九万多 所以你这里一组东西 我估计呢 应该在六百到七百万 好 那我估计也太想说了 说一个很像 一直在寻找 是不是 一直在寻找 我也帮你打听打听 电视机前的一些藏鸟藏 藏友们 如果有这的话 你不妨通过我们 跟这位藏鸟联系 让他凑齐了 当然 如果你有本事 把他这八千套 弄你那去 那你就更了得了 难点 好 恭喜你朋友 好 谢谢 谢谢 好嘞 恭喜这位藏友 准备欢送他下场 欢迎下一位藏鸟人 你好 女姑娘 你好 你好 你看姑娘穿着 红色的旗袍上来 戴着两个红柚的瓷器 一个是嘴巴 张景平 还有一个大碗 这些都是 康熙 狼窑红 康熙 狼窑红 大名宣德年质 大家乐乐 他宣德年质 你怎么说是 康熙的狼窑红 一会专家呢 会给你解释 好 我知道狼窑 当年是非常非常难烧的 以至于当年景德镇 流行这么一句话 要想穷 烧狼窑 好 来 我帮你拿一件 咱们拿的瓷器 看一看好吗 好 确实带来两件 红柚瓷器 杨年大吉 红红火火 股票大涨 你这么说股名造成 这个狼窑红 这个狼窑红啊 在清代康熙时期 由都陶监管的狼窑集 烧造成功了 所以就叫狼窑了 那么这两件东西 从气形来说 这是个长径的一个胆瓶 是厚佑 那么这个碗呢 是一种薄佑 为什么要写 宣德款呢 因为我们知道 这狼窑啊 是模仿明代宣德的那种 宝石红柚 所以它下面加了宣德款 那么这两件东西都是真的 都是康熙时期的 好 恭喜你 2013年也有这么一个 长径的胆瓶 拍卖230万 那么这个碗呢 它的价值尽管没有拍卖记录 也应该在大几十万 好嘞 好 来 姑娘 好了 我们这过去老话讲大年下的 我们能带来这样 两件红色的瓷器 我们中国人 对红呢 是情有独钟 那么好了 借着这一堂门的红色 我们祝大家 在阳年里 极强如意 祝我们的日子 红红火火 祝我们的祖国 更加繁荣富强 带上的礼品也是红色的 冰糖 给大家发福利咯 冰糖糊快看红 路线现场过高棚 加钱四宝都之前 咱们轰轰火火 过大年 冰糖糊 很riend 加价 低吼 冰糖糊